一样的分布图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周一周二这段期间降雨很明显是减少的 那所以在最近这段期间下雨的状况是缓和的 那在周一的时候呢 主要是偏向是在花莲台中有些领先降雨 在周二的时候呢 则是比较偏南台湾领先降雨 但是其实都比较偏少 各地都是晴朗的 要注意一下 这个比较偏 今天的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期间 中部以北地区是可能会有一些雾跟地雲出现 影响能见度的 在周三到周五的这段期间 随着封面通过以及冷气团的南下 那这波冷气团目前的强度 是大陆冷气团跟强烈大陆冷气团这样子的层级 那在这段期间是很湿的 所以可以看到图面上各地都是会有降雨的可能 而且这个下雨可能跟前几天是差不多的 所以是湿湿冷冷的 那看起来在六号七号这段期间 华南雨漆的影响是最主要 所以六号七号降雨最明显 那在八号的时候呢 以中南部的平地来说会稍微趋缓一些 可是如果是在山区或者是在北部东半部的话呢 这降雨的状况可能还是持续的 那在周六以后 随着冷气团的减弱 温度稍微的有些回升 降雨的情况会开始有一些缓和的状况 可是其实要注意一下 还是其实有些降雨像是在东半部北台湾这边 特别是北海岸跟宜兰这里的降雨 可能还是比较持续一点 中南部比较偏向山区 但是周六这段期间因为后期的变化还是比较大 所以大家还是做好一下就是随时更新我预报的准备 温度的情形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红色线条是北台湾北部宜兰 那蓝色这个地方是花东地区 至于绿色则是中南部地区 可以发现分成两个主要时期 首先是回温的状况 回温从今天开始一路升温 一路爬升 甚至北台湾到了周二的这段期间 刚刚提到周二这一天是最暖的 温度上面来说 各地都可以来到28到30度这样子的程度 甚至这个超过30度到30到32度 我们的预报有出现 所以特别留意在接下来几天 回暖变干 而且是回的相当的暖 那至于到周三后面的这段期间 封面南下的时候呢 周三的这一天温度在北台湾 其实就已经开始有显著的下降 那特别是在比较偏向是中午的时候 高温跟前一天有很明显的差别 从原本的30度左右掉到22度 这是在周三这一天有感觉的 这个白天温度就降低 可是最主要的低温期间 是若在4跟5 周四周五这两天 可以看到北台湾的温度是持续的一整天 可能是在14度15度而已 那至于在中台湾 那甚至南台湾这里 也有很明显的下降 所以在周四周五这两天 是主要冷控性影响期间 而周六的时候 会稍微开始有一些回升的状况 那可以看到在这个北台湾的温度 又开始回到20度以上 所以接下来从345这几天 注意一下又湿又冷